他對香港的政策都提了幾次 講我的政策 都是差不多是重新的 之前的調子 最後都講了一句話 都是講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新層次矛盾 加強愛國者治港 表示未來香港就會更多人拆習主席的鞋 因為陳埃樂已經很厲害了 今上已經登基了 更多人就說 哇 明朝那時候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張藝忠賢 張東林黨鬥誇鬥臭之後 各地的官員都為藝忠賢做生治 死了的人才入旨嘛 入旨嘛 就那個人 雕魏忠賢的仗當是神那樣拜 大家來看 遲早香港會出現這些什麼事 就是我們習大大那些什麼慈像 當年文革的時候 很多毛主席的慈像 誰做生意沒有生意的 那些賣習主席的慈像 有得了啊 賣習主席的慈像 教人家 找一下風水豪 風水豪發發 教人家怎樣去做什麼什麼錢什麼錢的 就是這樣拜習主席 還有呢 我勸香港那些人大政協 明天三月那個時候 現在快些做 要求 明天三月那個時候 要求國家駐幣廠 將這個中國人民幣的什麼 一元銀啊 五毫銀啊 全部換習主席的頭像 或者將港幣什麼楊子晶投一 習主席的頭像 做港幣 港幣兩元啊 五元啊 全部用習主席的頭像 取代這個楊子晶投一 因為現在中央全面管治嘛 為什麼不換習主席的頭像呢 哎呀 真是啊 這樣就有運行啦 快些出行力 拆拆拆拆拆拆 你說這幫人 找到社會歌呢 就是你做謀神的話呢 你是不是節省很多功夫 賺很多錢呢 就是用成本少少 出把口 哇 聖上知道你 啊 你真是看策無心 你真是有我心 你真是明白我的心思 這樣就發達了 是不是啊 還有呢 第二件事 為習主席建造生子 眾生基 就是所謂的我們廣東人的建造 甚至好像當年的魏公公那樣 九千歲那樣 就是非常好的這件事 因為這個 就是天生聖人 民誠保德 千古一帝 哇 你知道 他的想法 就是我正如我剛才都說的 我是真是想不到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怎樣可以發展到經濟 我相信習主席一定想到 一定想到的 就是 還有很有趣的 他講的 我留意到他今天的講話裡面呢 他說要 要培訓我們的科技人才啊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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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美國前幾天才制裁人才說 凡是有美國國籍的那些人呢 你就不可以幫中共發展這個半導體行業那樣 結果很多的在做事 他就立刻辭職 立刻辭職 寧願要美國籍 都不要了 留在這裡建設中國 習主席啊習主席 你真的大家要提醒習主席 各位香港人大政協 快快碎碎上書 要求這些人不准離境 這些人才來的嘛 平時講到自己多愛國 多愛國家 多愛習主席 要共同建設 中國式的現代化 中國式的現代化很需要這些人才的 去什麼美國啊 博做什麼幫人啊 是不是中國人來的啊 有沒有搞錯啊 當然留在中國發展 好像五十年代那樣 海外華僑 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 全部回國奉獻自己的能力 雖然沒多久就跟著 跟著一個大明大放運動 跟著文化大革命 變成天下大政股 很多人這樣屈屈而蹤 包括這個清華大學物理學的高級教授 楊振玲的老師 葉企孫先生 這個厲害了 哈哈哈哈 真的 在這個什麼情況之下 我覺得 真的啊 你說要人才 為什麼這些什麼人才 寧願要美國 都不留在中國 幫中國發展 現在中國急需要超越美國 橫跨英國 打跨英國的半導體 就是用你們的專業去幫我們中國去搞嘛 喂 光刻機一定用荷蘭的嗎 我們沒有的嗎 我們不會弄的嗎 中國人行中國人自己的條路 光刻機 用中國發明光刻機 我們既然可以登陸火星 就一定可以搞到自己的光刻機的嘛 是不是 自己動手 風衣足食 好像我們當年那樣 五百年蘇聯專家 一夜之間被克魯爾夫全部撤走 還要逼我們還債 就是離了大嫂的 就是這些什麼蘇聯老 但是我們呢 依然是 自己動手 風衣足食 風衣足食 自力更生 是不是 中國走自己的路 就是應該我們有這樣的精神 才能貫徹到我們民族偉大復興 是不是 真是 真是要這樣 嗯 尚恩哥 嗯 我們可以講回下一個話題了 是不是 嘩 我們講講華為的公主 孟晚舟 有一個信息說她是習近平救回來的 這個是中國外交部副部長 張什麽那個叫 張軍 還是張什麽那個人 他是為了拆拆的 就是整個外交部呢 就是現在你明顯看到 外交部有大功的嘛 就是過去這幾年 行戰狼外交 會繼續走下去 大家拭目以待 大家大把東西看呀 未來這幾年呢 未來5至15年 都會繼續走這個所謂的戰狼外交 就是將中國的特色制度優越呢 講為宣傳 向全世界去弘揚 那就是這種什麽戰狼外交呢 串土 串土必爭的這個什麽外交 外交戰略呢 會一段時間維持下去 那大家 大把戲看啦 大家賣定花生啦 開啤酒啦 當然多東西看啦 他就說 孟晚舟私水釋放是習近平親自 跟拜登說的 喂 叫你釋放 但我又不明白 其實一說這些 就是大家考記性的 考記性 考記憶力的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 孟晚舟被拘捕了 在加拿大被拘捕 在加拿大受驅禁的 你習近平找拜登說的什麽用呢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拜登美國政府 可以控制到加拿大政府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 就是你找個大哥來騙個弟弟 你叫弟弟來放好老 那加拿大那個獨立主權地位在哪裏呢 就是第一個反駁點 好了 第二個反駁點 孟晚舟為什麽被拘捕啊 大家記不記得啊 因為他跟伊朗洗黑錢啊 是不是啊 大家忘記了嗎 我記得 不要緊 我用這個名義 因為牽涉到非法的交易 美國用這個理由 要求加拿大扣留 然後引導去美國 但是加拿大沒有引導去美國 我記得 希望大家都記得 好了 第三個 大家也都不要忘記了 在孟晚舟被捕之後 過了幾個月 有兩個加拿大人 一個是康明海 前加拿大領事館參殺 在大陸被人抓了 另外一個加拿大商人 抓了兩個 大家記不記得啊 跟著 孟晚舟放了之後 無奈 這兩個人就馬上幫了 這個是不是交換人質啊 很明顯的交換人質啊 很明顯的交換人質啊 就是有很多事情呢 你擦一下 怎樣怎樣都問問 同時你看到 當孟晚舟被捕之後 中國要求他放人 就是加拿大不理他 就馬上對加拿大人下手 夾著一個加拿大人做一個人質交換 就是這些是什麼行為呢 這些 啊 就是 當然啦 你抓我的 我就抓你的人 很正常啊 對不對 就是 整件事 就是 換句話說 你現在外交部這樣去說的 說習近平親自要這樣去放人 那是不是就是說 這些 抓這些 就是 中國的加拿大 那幾個康明海 還有其他 那個商人的東西 是不是都是習近平的意思啊 那是國家主席啊 那為什麼用這種 接近於上海灘的方法去做事呢 那你這個是不是拆錯鞋呢 這個姓張這個外交部副部長 就是 你換句話說 是不是就是把習 放了上一個砧板位 放了上台 就是跟加拿大人說 不關我事 不是我們建議 老習的 叫他把你們的康明海啊 還有那個 就是這樣的 就是這些是高級黑來的 就是告訴別人 是不是就是跟別人說 喂 阿習有份參與這個建議 或者是你整個計劃去想的 是不是這樣啊 那你就是 玩阿習玩得很盡啊 是不是 就是 什麼時候都說 拆鞋呢 就不要拆過份 要適可而止 因為你拆到這樣 大家要拆回紀錄 因為孟晚舟這件事 發生了三四年而已嘛 那些紀錄很新鮮 馬上可以揭出來 還有 那兩個回到加拿大 康明海那些 他可以現身說法出來說發生什麼事 那些記者會馬上問回的 馬上整個story 編出來 馬上可以知道了 羅倫海那是怎樣的 那你很沒人的嘛 就是明明孟晚舟 在一個國際化上面 你說單邊制裁有什麼都好 總之現在美國公佈了 你不可以跟伊朗去做生意 因為伊朗受制裁 那你這間公司 跟伊朗受制裁 牽涉到洗錢 洗黑錢的話 那別人引導你 合情合理的 除非你不跟美國做生意 現在你都想 現在你都想 不跟美國做生意 或者你正如說中國 就是現代化的 中國特色的現代化 就是你或者是在走一條路 就說 以後我們不用美金結算 用人民幣結算 好的 好的 你走這條路 我沒有反對的 我完全不反對的 也好的 中國走自己的路 為什麼不要益 那你不只是跟俄羅斯買東西 跟北韓買東西 跟伊朗買東西 夠啦 伊朗買石油 北韓買人心 俄羅斯買肉 俄羅斯的蜂蜜 聽說俄羅斯的蜂蜜很便宜 挺好的 你的生產的東西 賣給你幾個國家 哎呀 你國家要了全的 不過這條數 不知道肯不肯炸 炸得乾不乾淨 還有你收到伊朗貨幣 俄羅斯貨幣 俄羅斯貨幣 和北韓貨幣 你怎麼可以轉出去呢 可以利用香港的 希望香港到時候 沒有被歐美銀行 就是 你整個銀行 你想回到最後呢 你會發覺香港很慘 是 知道很嚴重 就是如果你今天 聽聽習近平今天講話 香港恐怕無可避免 如果繼續這樣走下去的話 是無可避免捲入一個大國博業之中的犧牲 似乎真的無可避免 就是你 你想全身而退 你想保持過去 那種什麼 獨立運作 已經沒有什麼可能 現在看來呢 習近平的腦袋在裡面 始終覺得 所有的東西 一定由中央發司號令 不下放權力給地方 似乎是 他傾向於這個 中央高度集權 高度集權 中央高度集權有個好處 就是鞏固政權 有個壞處就是 你的經濟很難發治 當然我有的 說回那個轉頭 可能是 他想到怎樣發治 我們想不到 我們只不過是用一些常識去判斷 這樣很難搞 可能是說 嘿嘿 不能搞 很容易搞 我想看看 這個羅貝爾經濟掌 是怎樣拿回來